現在目前民眾黨遇到的問題 是非常嚴峻 因為剛剛前面我們在談 我簡短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康哥講到阿扁 觀眾朋友知道嗎 兩千零八年五月二十卸任 第一天特政組開始動 因為總統不能動 行事豁免 開始動了以後 一直到八月 阿扁主動退出民進黨 他就登出了 我開始要面對我的官司 雖然剛剛看到上一段是 這個黨團的幹事長是賴清德 他聲援這個陳瑞扁 可是黨中央 蔡英文的路線 是跟他有開始做切割 然後到十一月十一號被上銬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他中間一度是因為周戰村的 那個法官認為說 他就已經降了 又不會逃亡 是前總統 讓他無保請回十幾天而已 換這個蔡索遜上來之後 他就開始壓 壓了七百一十八天 壓完以後確定好幾座有案 往後再關十一年 所以根本就沒有再出來 那柯文哲這個主席 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 要為自己爭取清白 兩個月他只是起跳 兩個月還可以再兩個月 對啊 而且之後呢 之後現在不是 李文中 不是已經被轉備高兩百萬人交保 這是政治獻金案 北四科也在調查 雨果市場南港BOT 如果是這樣的話 跟北岸有點像 一案接一案以後 你怎麼知道他會這個 被司法糾纏多久 第二個我剛剛舉的例子 除了阿扁之外 我講馬英九 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 即使他被司法糾纏 兩千零七年二月十三號那一天 馬英九被起訴特別廢案 他是黨主席 當天他宣布辭掉黨主席 宣布參選總統 後來他當選總統 所以黨主席被司法糾纏的 這個階段 適度跟黨切割 是在保護這個黨 那民眾黨 我今天講的話 一定被很多民眾黨的支持者 可以批評 可是當評論員就敢講嘛 民眾黨是怎麼面對這個事情 司法糾纏 我們就講那高華安被起訴的時候呢 他是辭掉黨務的 被一審判有罪的時候 講說要不要開除 我們再談 第二個李文中跟端木正 因為政治現在沒有處理好 中評會就將他們兩個給開除 他們現在有罪嗎 有被受壓嗎 沒有啊 那李文中端木正為什麼開除黨籍 對黨的聲譽受影響 好再講這個黃珊珊 黃珊是連調查都沒有 到現在有人講說 怎麼都沒有約談黃珊珊 他也停權三年 所以當黃國昌也已經公開 在節目上面講 剛剛在淺秋節目裡面講 他有講 百分之百 他認為會被起訴 所以當柯文哲主席 如果對民眾來講 不是個好事 當柯文哲被起訴的那一天的時候 要不要做處理 那如果都不處理的話 就是一個綁死柯文哲的民眾黨 現在目前民眾黨看起來 不知道怎麼辦 那一天晚會 禮拜一天 今天禮拜二 前天晚上在那個 其實還蠻明顯的 就好像變周宇修跟蔡壁如 兩個一起登臺 那館長跟黃國昌 那黃珊珊他跟陳佩琪是很好 你怎麼分那麼多路呢 那你去講說蔡壁如什麼 陳佩琪上台是梅蘭姐 是啦 我是說接送的司機 就是黃珊珊 每天看到他 而且他跑去他家 為什麼還要從後門在那邊 為什麼我也看不懂 這是怎麼回事 重點這個是民眾黨說 我不是民眾黨員 我只是個評論員 我認為對民眾黨來講 好的狀態應該是 因為柯文哲現在面對這些事情 我剛剛已經舉好幾個例子 阿扁跟馬英九都一樣 你要適度的讓黨跟你做切割 所以蔡壁如講的是這個 那你就說蔡壁如現在是那個什麼顧問 不能他絕對可以 不要做臺中市政府顧問 如果其實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沒有我沒有辦法做印證 或許晚會知道 就去年選完之後就有講說 蔡壁如是不是當個秘書長 或者是都當一個副主席 那他就可以回來黨務 所以就不用去臺中市政府 我講二零二年立法委員選完之後 可是也沒有 所以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沒有副主席的政黨 所以現在搞半天 到底誰要領導 我結論就是黃國昌領導 因為他是最有實力 而且他是立法院的總召 一定就是黃國昌 只是其他人要不要扶他 就這個就這麼說 教授 為什麼陳水扁都是案子 洪山軍動員是反陳水扁 對不對 然後陳水扁被起訴 等等 民進黨也沒有上街頭 並沒有 馬英九 不管怎麼樣被被起訴 也沒有看到國民黨員出來反對 為什麼小草 為什麼民主黨一兩萬人上 人不少 為什麼這樣子 民主黨跟其他兩個藍綠 兩個大黨的形式都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差這麼多 因為他們涉案的那個人 這個本身的人設 沒有全部崩繁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韋翰是一個很精明的評論家 在臺灣是首期一時 但是他剛才故意 不曉得故意還是怎麼樣 他把他講得複雜了 把他講糊塗了 有這麼麻煩嗎 有這麼複雜嗎 我覺得沒有 因為畢竟這是一人政黨 如果柯文哲沒有下令 沒有表態 沒有人敢動他 你同意不動他 沒有人敢動他 你覺得柯文哲糊塗到該表態 而不會表態嗎 不會 到時候根據法律 根據規矩 他已經完了 這不用他表態 但是不需要表態 但是非表態不可的話 他一定表態 那他表態了 自然就有人接班 那現在你看 你看這個黃珊珊已經停權了 輪不到他了 這個蔡壁如有他的地位 你不要看他是一個屏東來的副理長 他是柯文哲的奶媽 他是創黨的第二號人物 但是他會做黨主席嗎 我覺得不會 但是他他其實心裡頭想不想 我覺得他這個人是有很有份寸 很有進退 但是他拿一個臨婦男來作伴 表示他寂寞 表示他沒有把握 但是這個黃國昌何必講說 你有公務 在身 你不能給我擋務 這個就不用講 這大家都知道 你何必講 不講也可以 但是同樣的道理 蔡壁如就趕快把台中那個十字無二的東西 吃掉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去那邊生根 就是因為原來民眾黨要派晚會去宜蘭 派你去台中 現在這個都沒有了 晚會在宜蘭的角色沒有了 同樣蔡壁如在台中的角色也沒有了 趕快明天就辭掉 事情就好辦 所以所以這些沒有 我還在這裡 沒有關係 這個是沒有那麼複雜 誰最後當黨主席 看實驗嘛 不是看少人多少 一定是黃國昌 你看黃國昌那一天的宣傳運動 平常講是成功的 他有板有眼 作為一個小黨 作為一個趴在地上等待 有一天再站起來的黨的領袖 黃國昌是夠格的 原來部分區兩年一換 到地方去選舉 現在還在嗎 有沒有到地方選舉 我沒有確定 但是兩年一換是確定的 兩年一換是確定 這八個全部都簽了